1999年2月,成龙被拍到驾车送吴启丽回家的照片。 更有知情人爆料成龙经常单独出入吴启丽家中。 同月,成龙在玻璃尊的首映会上解释自己和吴启丽两人就只是好朋友,吴启丽就像是自己妹妹一样。 然而几月后,随着媒体爆出吴启丽怀孕,这段暧昧的兄妹情变得扑朔迷离。 就在大众猜测成龙和吴启丽到底是什么关系时,吴启丽接受了无限大搜查的访问,在郑玉璃问她孩子的父亲到底是不是成龙的时候,她终于忍不住点了点头。 吴启丽的承认一旦激起千层浪,但是先对这件事进行回应的并不是成龙,而是她爸爸防盗龙。 她坚称吴启丽的孩子一定不是成龙的,因为吴启丽这个人一看就不正常。 言语中颇有暗指吴启丽是有心陷害成龙的意思。 当记者问她如果吴启丽附中孩子真的是成龙经手的话,她会不会认这个孙女? 她委婉地表示,自己的孙子孙女多了去了,有十几个呢,自己连这些孙儿都认不清,怎么认? 她直言,大家一起拍戏,出来玩玩罢了。 如果有一个孩子就说是成龙的,那还得了,要说也得出了厌血报告确定了才能说。 就算孩子真的是成龙的,吴启丽也是做小老婆的命,更不用指望分成龙的家产。 刚开始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,吴启丽也惊慌失措,但是成龙对此并不表露任何意见,也不反对她把孩子生下来。 六神无主的她回了香港,问母亲自己应该怎么办? 母亲告诉她,在基督教中堕胎是大罪,他们都是教徒,不应该这样做。 于是吴启丽决定将这个孩子留下了。 那一年她生日的时候,成龙一如既往地周到,打来电话嘘寒问暖,你看我还记得你生日。 但是,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。 为了躲避媒体的围追堵截,吴启丽三番四次地搬家,换手机号。 每次用不了多久,狗仔们就闻风而至,问的也都是同样的问题,孩子的父亲是谁。 吴启丽终于发觉自己面对不了这一切。 他打电话给成龙,想问他自己应该怎么办,却发现电话打不通了。 他愤然作色,立马转致电二人的共友,叫对方转告成龙自己不会再联系他。 此后的几十年间,吴启丽果然如他所说,不再与成龙联系。 近日,港媒突然爆出不抗拒再生地。 吴启丽自曝经济来源全靠自己的消息。 原来,港媒挖出吴启丽早前大谈感情生活及经济来源,同时更对再生育的态度的几段视频,里面的内容比较高能。 在其中一个视频里,吴启丽笑说当得知经济人拍拖后,他感到很妒忌。 在背,问及是否还会在拍拖时,他表示,不是我不交男友,有时缘分的东西,你要碰得到,大家要何的来? 同时他也自曝之前没有考虑过再生育一事,可能这几年孩子不会在身边,就会觉得有点孤独,这要生育看我的缘分,看碰到什么人。 突然叫他去生,他还是有点害怕的,但从经济人口中可以动乱,而且告知他动乱后再生也不受年纪限制,让他觉得现在的技术很厉害。 在另外一个视频里,吴启丽谈及收入来源,他笑颜很多朋友好奇,他的钱从哪里来。 他开玩笑说,从天上掉下来,不过事实不是如此,这只是开玩笑而已。 他表示,他的钱并不是什么遗产,有谁给他,这是他努力赚回来的。 有段时间,他去上海,本想做生意,但因为做生意会耽误很多时间,而家里的事又很多。 他思考再三,便决定在上海投资房地产。 当时上海房地产还没涨起来,他买了毛坯房,然后自己做装修。 房价上涨后,他再卖出去。 他还给网友之招,不用一开始买贵房子,从低开始慢慢去,改变你的资产分配,令经济慢慢独立起来。 从两段视频可以看出,吴启丽对生二胎问题已经不再抗拒。 而且,投资很有一套,经济上宽裕。 港媒突然又翻出吴启丽之前的视频内容,与吴启丽右手私女儿吴卓琳的妻子安迪有关。 6月28日,吴启丽突然于社交网post了三张截图。 截图中的相片是,安迪于2017年post在IG的。 那些照片里,安迪打扮性感且摆出大胆post。 面对网友提问,是不是放错了? 吴启丽留言表示,感谢您,用人的生命去换取你的的着。 感谢您的教导,感谢天父,感恩每一天。 事实上,这已经不是吴启丽第一次访,安迪性感救赵了。 早在2019年2月3日,吴启丽在社交平台联赛小龙女妻子,安迪多张清凉照片,并配文称,祝你拥有免费午餐和自由的爱。 而且所有的图都未打码。 同时,还有一张吴卓琳2018年4月一向吴启丽求助的对话截图,当时卓琳样子惊恐,写着,我有危险。 不仅如此,在回复网友留言时,吴启丽晒出,安迪以前公开的照片更加清凉露骨。 那些照片,正是他今年6月28日在放的。 当时吴启丽表示自己这次发生是不想欠朋友太多的人情。 他还反思自己没好好教好孩子,不想朋友们白帮,并爆料女儿吴卓琳为了养活,安迪,把能卖的东西都已经卖完了。 吴卓琳有为安迪介绍工作做幼稚园老师,薪水很高,几十万一个月,但被安迪拒绝。 但是吴卓琳却以晦气回应了此事。 时隔两年,吴启丽又晒出,安迪的性感旧照,被不少网友质疑是在消费吴卓琳。 在一片争议声中,吴启丽的经纪人发长文,爆料母女决裂内幕。 吴启丽经纪人表示,吴启丽之所以诱发那几张图片,使心痛女儿成为牺牲品。 经纪人表示,吴启丽每次打电话给她会问她和女儿失去联系,该怎么办? 因为吴启丽每次发信息给女儿社交屏障户,就会被女儿妻子安迪打电话来臭骂一顿。 而且从经纪人文中已经得知,吴启丽香港的房子已经卖了,而吴卓琳还不知道。 经纪人还透露,吴卓琳夫妻不仅骂吴启丽,还把她也骂了,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,还配了被骂截图。 对于吴卓琳的变化,经纪人表示很痛心,因为她最初认认吴卓琳时,她还是乖乖女,梦想是赚钱买大房子给妈妈住。 吴卓琳遇到,安迪后就变了。 她最初消失时,吴启丽四处打听女儿下落,还想亲自去加拿大找人。 还是一个好心的加拿大华人,偶尔在超市买菜时认出吴卓琳,并通过社交平台告诉他们。 为了让吴卓琳独立,他们和那位华人朋友约好只提供食物方面的援助,而不借钱。 但是吴卓琳和安迪还是拿尤里克克抵押借钱了,而且要回时也很没礼貌。 这些爆料,都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。 在吴卓琳和经纪人又失去线索后,吴卓琳居然主动联系他们。 为了帮助女儿,吴卓琳提供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,签约吴卓琳,不为捧红,只为让其可以自食其力。 吴卓琳同意后,事情顺利准备中。 没想到在回来过程中,吴卓琳先后要求他们帮安迪和宠物狗买机票。 甚至还提出借钱,吴启力担心钱有去无回,点醒了经纪人。 经纪人还叫朋友帮忙,没想到吴卓琳和安迪又提了许多要求。 到达香港后,经纪人去接了他们。 而经纪人说的是,当时港媒还拍了下来。 吴卓琳和安迪回港后,吴启力刚宣布家规,安迪就与其争执,并拉着吴卓琳搬走。 住酒店的钱,也是和朋友借的。 吴卓琳和安迪还喜欢给吴启力扣骑士同性恋的帽子,为了澄清这个说法。 经纪人还自曝了自己喜欢男的兴趣向反驳,并告诫他们不是不能出柜,而是经纪独立, 对社会有贡献和价值后再公开。 没想到当天晚上,吴卓琳突然在网上宣布婚讯,签约计划直接泡汤。 而吴卓琳还继续和经纪人借钱,吴启力不希望女儿好吃懒做,没有同意。 因为没有借钱,吴卓琳和安迪也不再理会经纪人。 后来,吴卓琳曾有了工作,而安迪一起处于失业状态,但不到一年,两人还是回加拿大了。 经纪人认为,吴卓琳母女走到这般田地,双方都有问题。 但因为安迪,吴卓琳变得不务正业,两人不肯踏实工作,而是四处卖惨,只想不劳而获。 吴卓琳不喜欢,安迪也是情有可原的。 吴卓琳随后也转发这个长文,证明经纪人说的是事实。 看得出,吴卓琳对女儿是心疼又心急。 这也勾起了港媒的好奇心,才去翻出吴卓琳不抗拒二胎和自爆收入来源的视频。 别的不说,经纪人说的一句很对,要自由,吴卓琳也给了女儿足够的自由,变爱也谈了。 结婚也结了,这就代表着吴卓琳和安迪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,要学会独立,要努力工作,要学会养活自己,而不是以卖惨的方式进行情感勒索。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,吴卓琳才会明白妈妈的苦心和妻子好好工作呢。 正在你之前过后, 。 都没有了论是教育还是管不思论的方式进行情感动的事情。 它必须要自心灵制是教育的方式进行情感,要不关系的问题。